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来 欢迎来到民东郡县 那么昨天啊 在睡觉之前呢 发了一集啊 这个关于泰国的 那么 有大部分网友还是不错 啊 这个 领悟了我的意思 但有个网友 我看他在下面的这个留言 其实我不太认同啊 意思就是说 好像老编没有搞清楚状况 啊 在那里纷纷不平 啊 我跟各位说 我没有搞清楚状况 我的状况不是 通过网络上 视频当中的 这个画面就来判断的 视频的画面判断太明显了 啊 很大的 很多的媒体 主流的非主流的 都 都不是瞎子 都看到了说 这边巴欲 要跟习总来握手 因为他是在一个一个一个酒店 召开这个宴会 晚上的宴会 那习总往前走 彭丽媛 在后边 那快要接近巴欲夫妇的时候 习总 就这边过去 站在那个巴欲的边上 那彭丽媛双手 何时 向他们打着招呼了 对吧 但是结束以后 这是一个惯例 他们会 伸手出来 啊 合完影出来 伸手握一下手 或者说在合影之前 先握手 但是呢 习总 啊 直接就走了 那 这个是 情况 是什么情况 对吧 习总肯定 不太满意 你泰国在酒店 他下车时候的 这么一个情况 你他们外面围了那么多 不针对别的人 就是来针对中国 针对习主席的 对吧 那么多喷子 在那里骂 还拿着那种 什么维尼熊 对吧 然后在那里嘴巴里 不干不净的 对吧 在我国领导人 下车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要过来冲击 不是 你说换 换谁 谁爽 对不对 你小国没做好 就是没做好 要给你点 稍微给你点 颜色的 对吧 印尼 这么排华的国家 这一次 G20的安保 专门有媒体 国际大媒体 都发文说 印尼这次安保 搞得非常不错 因为有 还有针对他们西方的 一些抗议 或者什么的 都没有 他清理的干干净净 保证了整个会场 各个国家领导人 下榻的酒店周边 没有什么游行示威 没有什么集会 没有什么这种骚乱 安保 搞得非常好 稳定 压倒一切 这个在任何国家 都是 必须要有的 只有像美国这种国家 对吧 中国领导人去 他们会故意 安排那些法轮功的 在那个 九年外面的 那一刻叽叽歪歪叫 故意给中国领导人 南韩 那是他们 刻意这样安排 还有那个什么 西方那几个敌对国家 他们都是这样子搞 但是你泰国 那至少说在敌对国家 那些法轮功在那边抗议 对吧 也是有 也是要给他们 限定在一个范围的 对吧 举那个标语 但是你泰国 号称中国的小弟 对吧 又邀请习总过来访问 习总下车这个过程 我说 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从这个酒店到这个晚宴现场 一路上 旁边 对吧 台湾当局组织那么多 反动力量 还有从中国大陆出去 在上家全 在那个地方 搞这个东西 那太说不过去了吧 我们来看 澳大利亚总理 阿尔巴尼斯 因为说台湾不是国家 没有资格加入CPTPP 被台湾记者给围住 谩骂 辱骂 差点就上去打他了 追了他两分钟 他就一言不发 他就走了 他为什么一言不发 他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因为你在那地方 使用英文使用骑骂他 说你是不是背叛了民主 你是威权的帮凶 怎么怎么样 极其没有礼貌的 阿尔巴尼斯 走到汽车上了 这现场的东西 我们都看了一向二处 那有的人好像意思说 老兵什么 瞎糊合眼了 是眼睛三只脚 没看到这个视频画完面吗 站在那边就在那边讲 对不对 还有一个 我发这个消息 我都知道内幕内情的 今天就在凌晨一两点 就是在往这之前 我的判断没有问题 有这个大报纸的 我都说过 我都能够得到很多通稿 第二天 或者再后一天的通稿 我都会得到 这个 我得到的这个消息是 跟其他的 习总跟其他的领导人的会面 都OK 没问题 都发 唯独 跟泰国相关的 都被截稿 今天不发 摁住 今天不发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里面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去看看中国的各大媒体 尤其是那几个比较红的网站 比如说观察者网 环球网 你看那上面有跟泰国参加晚宴这些东西吗 有这些消息吗 没有的 懂了吗 所以说我不认为说 习总 没跟他握手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对吧 我觉得有这时候就是应该这样子 你没做好 我就要教训你 我就要惩罚你 赏罚分明嘛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大国的威武怎么体现 对吧 你特鲁多 小鼻嘎子 你是我的敌国 我跟你私下 是你主动上来找我 来谈一些东西 你主动上来找我谈一些东西 我是被动跟你来对话的 然后你小子把我被动 跟你对话的一些内容 是极其不正式的一些 这个场合和这个内容 你就直接把你的话 你的国内的政治需要 你搞大内宣 你他妈说 我在这个地方把习近平给屌了 我说习近平你干涉我们搞内政 习近平牙口无言 点头说是 你的内容稿子 我也看到 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不好意思 习近平逮到你就要爷爷训孙子了 就要爷爷训孙子了 对吧 然后外交部也正式发文了 说这个是不符合这个 外交规范的 外交礼仪的 没错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些 该那个屌的就要屌 该给他脸子看的 就要给他脸子脸子看 这个东西是这样 我作为这个 如此重要的嘉宾 到你这个泰国来 接受你的邀请 对吧 拜登来都不来的 你看到没有 拜登啊 来都不来的 都要对你的一种藐视 派个这个 喜欢这个营销的副总统 哈哈哈哈 这个这样的副总统 到你这里来 派个疯婆子过来 来应付一下 你就完事了 中国商联 过来 你搞的那是 那是什么安保 你现场 你搞那么多 台湾的 过来他妈的抗议的 游行示威的 过来辱骂 对吧 你搞这些人 是来 是什么意思 你之前 你怎么没有 想到这些东西 你应该 像印尼一样 在这些相关区域 你要维持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 安保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对吧 巴欲他要握手 手没握到 然后手拾在那边 半天摸一下鼻子 确实令人觉得挺滑稽的 是要给他一下子 你小子 刚归天 对吧 不懂事情 真的很不懂事 你们他妈的到中国来 对吧 吃好了 喝好了 住好了 那个住的酒店很豪华 对吧 那个开会的 那个人民大会堂 很气派 坐在里面很舒服 是不是 他们这些领导人 都喜欢来中国开会 因为在中国特别舒服 对不对 那你泰国作为一个旅游国度 这就是你的代客 知道吗 这就是说泰国人 他妈的骨子里 就是一种 吊巴垃圾的 就是觉得自己应该 应该把洋大人伺候好 所以我不是对比过的吗 在泰国旅游 沙滩分两块 低端的中国人 嘈杂的中国人 没素质的中国人 分一块 然后欧美呢 日本呢 日韩的游客 分一块 他们是高档人 他们是档次 但是他们在那边都不消费的 那不一样 我们要天靠他们 这种心态非常糟糕 所以大家要知道 泰国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做事情的这种脑子 跟有这样的行为 对不对 不管是主动被动的 这是他潜意识里面带着的 难道泰国总理不知道 海滩上面分两块 给中国人搞一块 给他们这种日韩的 搞一块 给西方的洋人搞一块 把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 又脏又臭的这个水 容易出现这个危险的这个海域 划给中国人 所以你看中国人在泰国 三天两头都死了 那时候旅游的时候 三天两头怪典的妈咪死了 哪里游泳淹死了 哪里死人了 三天两头的 因为那片海域 他就是给的就是垃圾的海 那个沙滩质量都不好的 泰国就这种方式 所以大家想想看 他从一个对待你中国人的态度 他就是如此糟糕 对吧 我相信去泰国旅游的 以前在疫情前 很多中国人都这个对吧 可能有的呢 欧美他就他就那个没去 他可能就近年玩 都是首选的时候去泰国 泰国旅游很发达 但是很多中国人去那泰国旅游 遭受到的待遇 是不能到的 对吧 又被他们敲仗 又付了最多的钱 给到我们的待遇 却是最垃圾的 对吧 这就是他妈的看人下太跌 但是中国人却是他的大金主 他给你给中国人海域 是最危险的海 最污染的海域 靠近那种码头 轮船 装卸的那些地方 给那些老外的海域 都是又安静 沙滩质量又好 海水又干净的区域 所以说他的这种潜意识 会影响到 带人接吾在国家领导人的层面 去那样子去怠慢习总 让习总受气 什么意思啊 大家说是不是 你这种区分对待 你就是这个样子 你前一世里 你泰国人 你前一世里 就认为欧美是你的第二点 中国人不重要 所以说习总替我们出这口气 我认为非常的到位 对吧 你中国人有钱的没钱的 都给你放在那个垃圾的沙滩 给你区别对待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在泰国还经常是 中国的游客 出现状况了 救援都不利 还在那个地方讲 那是中国人害中国人 是中国的一些老板在那地方 坑中国人 大家知道没有 几年前说的那样的话 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这就是他们的那种骨子里 那种潜意识 所以说一直以来 中国对泰国是比较友好的 都没料理它 你看那个越南牛逼哄哄的 对吧 对中国那个护照上面 对吧 对中国护照上面写那种 干什么 操你妈什么 说这种很难听的这种话 现在呢 直接在南海 就赶他 吹他 现在你看铁轨都跟我们接一块了 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东南亚的人 都是松松垮垮的 你不能给好脸色看的 你看 日本当年政府过的 过他们的 现在你看 日本在东南亚 就是做上兵 当年把他们给那赶尽杀绝的 全都是做上兵 所以我说台湾 它就是东南亚地区 所谓乐带 落后地区 所以你看 当年日本在台湾 杀了 杀了那么多台湾的 你看 现在他们就怎么 都许许 就一千万都要跟日本贴高 任日本做了 你大家发现没有 这就是这个乐带地区的人 它的一种特点 你不能对它太好 对吧 现在你看那个 泰国天天 想着要开放 让中国游客来 去都不要去 你对我们领导人不尊重 我们也不会尊重你 你本身 你对我们也是不尊重的 对不对 这就必须要惩罚他 所以说 那有的网友说 哎呦 你别怎么纷纷不平 怎么样了 这 这个是不是 这不叫纷纷不平 这是你 你一直以来 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在纷纷不平 也是应该的 对吧 别忘了 中国人在泰国 招作的什么样的 不公正的待遇 对吧 这一点我相信 在泰国有过旅游经验的人 多多少少都有体会 所以这是他的潜意识 啊 所以他对你的领导人 他也是这样子的 对吧 你 那他怎么吵就吵吧 哎呀 我就 我安保就是这样 我就这个水平了 笑王八蛋 啊 中国印尼防长会晤 同意恢复两军 连演连训 就南海问题交换意见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河 11月18日 在西安会见印尼国防部长 帕拉伯沃 双方同意恢复 因疫情暂停的南海 两军连演连训 双方又就乌克兰危机 南海问题等交换意见 对吧 啊 这个央视报道 魏凤河啊 说当前亚太地区 面临严峻 与复杂挑战 中印尼双方的应在维护 地区安全稳定中 发挥更大作用 希望两军密切战略沟通 用好合作机制 加深务实合作 加强多边协作 保持两军的关系 和的良好发展势头 帕拉伯沃说 印尼方 愿与中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 继续保持高层往来 加强军舰 护防等领域务势合作 推动两军关系 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双方同意 恢复因疫情暂停的 两军连演连训 双方还就国际和地区形势 乌克兰危机 南海问题等交换意见 对吧 而且 呃 这个魏 魏防长啊 要到柬埔寨去了 啊 也要去参加这个东盟 防长扩大会议啊 然后 然后在中国的带领下 跟他们一起搞联合军事演习 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 对吧 这就是好事情 各位啊 这就是好事情啊 就说明看 印尼 怎么这么派华的啊 马上你看 哎呀 咱们恢复 对吧 跟新加坡 对吧 正式的这个啊 联合训练啊 跟印尼也是这样联合训练 这些都是政治意义 很有具有政治意义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对吧 由中国来控盘 所以泰国还拎不清楚 他妈的啊 讨骂 那么对啊 无许是否